民众党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 获得了八席不分区立委席次 成为了国会的关键少数 接下来2月1号院长选举上 民众党支持谁 谁就会有更高的胜选几率 一早党团的八位委员也亮相了 黄国昌他提出了四点的要求 包含建立国会听证调查制度 人事同意全审查 利益回避规范 还有经费必须要落实 公开透明 对此民进党的立委就表示 乐见这样的国会改革 而国民党立委则说 如果要落实这四点 那跟国民党一起合作 监督政府最为合适 超越蓝绿最强战力 超越蓝绿最强战力 打完选举第一个上班日 民众党新科立院党团成员 八人全亮相 准立委黄国昌重返国会 披上民众党战袍 第一件要面对的就是二月初 院长选举 先不说白色力量往哪边靠 反而先出考题给蓝绿 黄国昌提出四点承诺 首先要完成立法院 执询行使法修法 建立国会听证调查制度 强化人事同意权审查 修法强化立委利益回避规范 并且要求承诺定期公布经费使用 落实公开透明 我们认为比谁当立法院院长 更重要的事情是完成公民社会 所期待的国会改革 蔡英文政府还在看守的期间 的第一个会期 从现在到五月底以前 完成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修法 建立国会听证调查制度 定下时间做考卷 看蓝绿谁的成绩高 就支持谁 新的国会正要开始的第一礼路 我不乐见大家就大动干戈 我个人我也相信民进党 应当可以非常给予正面的鼓励 跟肯定 目前的执政党是民进党 那你如果要达到就是说 严格的审查 以及国会听证的制度等等 你应该就要跟国民党合作 民众党团巴西团进团出 对蓝绿来说这场院长之争 谁争取到白银支持 谁就胜券在握